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人都是一场重大考验 面对瘟疫 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态度 有的人主动面对 有的人倒逼成长 有的人却消极躲避 有这样无种人 在瘟疫之中不断成长 未来一定会越过越过好 也乐于付出的人 巴金曾说 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 在于给予 而不在于接受 也不在于争取 人正是在不断地给予中 实现生命的升华 瘟疫之下 医生护士持援救助 带新人士捐菜捐钱 快递小哥财人送物 还有大量的普通住户 加入到了志愿者的队伍 危难之中 挺身而出 毫不计较地为他人付出 公众的其实是自己的心田 正所谓 欲得善果 先种善因 人的每一次付出 都是另一种形式的收获 帮助他人 很多时候 就是在帮助自己 焦虑苦闷的人 为他人付出 分散了精力 忘却了烦恼 落寞失忆的人 帮助他人 找回了价值 变得积极向上 付出 是苦难的解药 付出 更是人生的真意 乐于付出的人 是用善意照亮前路 用慈悲提升格局 自然会越过越好 等感恩知足的人 瘟疫期间 居家隔离的我们 有志愿者服务 有外星人士赠彩 生病了有国家买单 这就是一种幸福 可有的人 却不懂感恩知足 觉得生活水平下降 人生自由受限 更有甚者 把气撒在了旁人身上 而那些知道感恩的人 总能记着别人的好 懂得知足的人 总能体会生活的妙 星云大师曾说 感恩的人 就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 感恩的人 就是一个内心富有的人 感恩知足的人 对生活满怀感激 得到从来不是理所应当 拥有一事 人生慢性 任何时候 他们都能感到快乐 觉得幸福 这颗感恩知足的心 就像生命里的阳光 充盈着内心 让人始终保持着 对生活的热爱 感恩知足的人 世间有给予 必定有回应 于责任之下 他们认真过好每一天 用真心回馈他人 这样的人 日子自然轻松简单 生活格外舒心畅快 分 心态平稳的人 古人云 心动 则万物动 心静 则万物静 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心情好的时候 总觉得天高云阔 事事顺利 心情差的时候 总感到苦闷憋屈 处处倒霉 瘟疫来袭 有的人焦虑不安 辗转难眠 不是对病毒提心吊胆 就是对生活诸多抱怨 而有的人却能镇定自若 把日子过程度假 把时间变为成长 正所谓心若不动 风又奈何 人生就像大河行舟 时不时会有浪头袭来 一遇到困难和麻烦 就心态不稳 就很容易翻船 情绪波动太大 不仅搅得自己无法安宁 更会影响到身边的人 很多时候 生活会发生什么 我们无从得知 但当事情来时 心态平稳的人 首先就占领了制高点 俗话说 人生在世 不如一时长八九 能说出来的不过一二 更多的需要自己慢慢想话 人活着就有风浪 掌控情绪就要学会做人做事有章法 待人借物有尺度 保持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怒时不争 呆时不语 把悲伤和艰辛自己慢慢消化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成为情绪的主人 掌握自己的人生 处事不经有气度 遇事不慌多冷静 因为烦躁 抱怨 胡思乱想无济于事 唯有积极面对 采取行动 方能安然度过 心态平稳的人 在任何时候 都是先守住自己的心 在做好手头的事 绝不会被困难打倒 最 保持自律的人 瘟疫中 生活的节奏乱了 被关在家里 很多人都放松下来 看看剧 刷刷视频 就是一天 吃吃饭 睡睡觉 又是一天 结果增加的不光是焦虑 还有体重 而保持自律的人 则变得更加忙碌 不能外出锻炼 就在家里跳槽 在家办公之余 不忘继续学习 前心后书 与家人相处 生活丰富多彩 这世上最可怕的是什么 肯定是温水主亲妈 不管你以前多风光 一旦在舒适圈待久了 没有了斗志 日子就会变得平淡无奇 脱离舒适圈 还需要两成自律的习惯 才能获得更快的提升 自律不仅是生活上的自律 更是精神上的自律 少参与别人的闲事 不关注自身的成长 把精力放在个人提升 和技能经济上 才能让生活更幸福 工作更从容 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曾说 你如何过一天 就如何过一生 一生 是一天一天递进而来的 自律的人 深知重瓜得瓜 重斗得斗的道理 只有心情付出 方能有所收获 人生是一场不进 则退的前行 容不得一日倦怠 每一次躺平的后果 最终都只会由自己承担 所以 自律的人 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 越是长假 越能保持常态 越是艰难 才越会努力坚持 一个懂得每日践行的人 才能遇见更好的自己 赢得更好的人生 不 善于反思的人 王阳明曾说 越是艰难处 越是修心时 瘟疫期间 家庭矛盾凸显 职业危机冒头 未来形势看不清 这都让我们的压力被增 但与此同时 生活节奏却慢了下来 我们得以从繁忙的工作 交际应酬中臭神 有了更多的时间 认真地面对自己 面对未来 懂得利用这段时间 好好反思的人 往往能在瘟疫过后 越过越好 反思如何应对危机 就能在危机中学习成长 人不再狭隘 路子也就多了 困了 反思如何与家人相处 就能在磕磕绊绊中 学会体谅宽容 转变态度 就能同家人 自己和解 反思如何面对未来 就能打破惯性思维 不再固步自封 敢于迈步向前 就能走出困境 有位佛学大师曾说 人越是独立 就越是不会受到 外界的干扰 内心也就越平静祥和 正是反思 让他们不再依赖于外界的判断 倾听自己的内心 做出最优的选择 善于反思的人 发现不足 审而改之 升级自己 连带人生 人生是一场修行 每一处有一处的风景 我们不仅要学会欣赏 更要勉励成长 瘟疫虽然让我们身处困境 但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了良机 在瘟疫之中 试着成为乐于付出 感恩知足 心态平稳 保持自律 善于反思的人 过好当下 面向未来 生活将越过越好 感谢你的观看 愿你福生无良 感谢观看